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环球频道 欧洲现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我觉得希望咱们利用这一期 把最近发生的巨大变化 咱们总结一下 好像大家至少心里边有个数 3月5号,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在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声明 说美国国务院第三号人物 维多利亚纽兰,就是这个副国务卿 准备在未来几周内辞去现有职务 咱们为什么首先提他 这个人非常关键 乌坎整个的操盘就是他干的 其实这个维多利亚纽兰是在前台的人 乌坎的整个的颜色革命背后操盘者是谁呢 是拜登 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这个总统拜登 这个人呢 这个咱们据了解 维多利亚纽兰是一个犹太人 他是对俄罗斯非常鹰派 非常硬的 那他的离职代表什么 代表着拜登可能与俄方 这个关系出现一个重大信号 由于这个美国国内党争非常激烈 还有这个民主党内部分 这个分歧也在加大 那么拜登政府正在调整自己的乌坎政策 所以现在这个信号也非常明显 那么这种情况下扭蓝 这个显然是需要离开了 其实这个咱们讲拜登是把这个之前那个谢尔曼给换掉 对中国那位强硬分子 换掉 现在看的扭蓝也换了 咱们说这个操盘的 实际这个执行的 就是最后执行者 现在看这个背后的老大想换人 必然是要换掉你了 这里边呢 俄罗斯里面现在也据说 立马反映 说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 对乌坎政策 说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这个纽兰 以前我们说过 他是一位对俄罗斯相当了解 相当熟悉 相当强硬的犹太一政客了 说他曾经是当过驻俄罗斯大使 还有东欧局势 主要的一个操盘者 这俄罗斯方面反 这个俄罗斯人对他非常清楚 他是一个长期的操盘者 操刀者 他客观来讲呢 他是一个谋略执行能力 还是非常强的 乌坎人颜色革命真是搞成了 让他操刀成了 拜登呢 拜登也是背后的一个参与者 但是拜登藏的非常深 很少人知道他跟乌克兰的整个 颜色革命的历史 现在只有你在咱们频道能了解 当年乌克兰颜色革命 用的就是这个颜色 橙色 各种的这个 拜登这个人历史 他是一直是他的正生亚 主要是在参业里边 就各种各样的委员会里边 然后呢 参与到国际政治外交 国家安全方面的事 实际你可以理解成 他是个万金牛 那其实他在20多年前 就是开始计划 实施了叫乌克兰 叫北约东进 乌克兰颜色革命计划 20多年前你可以算一下 2004年就开始了 就是要挤压 俄罗斯生亚空间 然后乌克兰颜色革命 这个幕后策划之一 就是拜登 就是今天这位拜登总统 当时小布什嘛 小布什那个时候 他还是在这个参议院等等 各种委员会里边 你克里叶城就是什么呢 就现在窜台那帮美国议员 就那帮人现在天天干的 实际的执行人之一就是拜登 而纽兰是他的执行 执行人当中的之一 所以呢 实际上纽兰和拜登的关系 至少是20年合作伙伴了 咱们这个13年14年 那个颜色革命 乌克兰颜色革命的时候 当时在这个街头 纽兰公开露面发放实误 这个主要是表明 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纽兰等于是 蔡了整个颜色革命 事后事前的人事安排 就包括泽连斯基 对泽连斯基的考察 包括对泽连斯基的培养 以及后续的选用 纽兰是起到决定中的 他实际是一个工具人 是到哪有紧急事项 就飞到哪 泽连斯基竞选上台的 不是那回事 是美国人选上去的 美国人选他上台的 根本就不是他自己参选 他自己实际 咱们讲 他自己怎么有那个能力呢 一个演员 对吧 其实是用美国安排好 那个傀儡 这个选举 其实这个形式 怎么说呢 纽兰 这次辞职 咱们说 可能啊 美国在俄罗斯这个问题 乌克兰问题上 可能要做调整 实际尽可能在中东和欧洲 能抽身 就跑 看到了吧 看咱们那个 另一个频道的那个地图 他准备要跑 所以呢 美国现在隐隐于 已经是有 把持不住这个苗头了 所以呢 这次辞职本质上 就是美国在收缩力量 可能要全力的 要压制中国 就是其他方向顾不上了 所以把纽兰撤了 如果这个人 继续在俄罗斯周边活动啊 你可以想 俄罗斯是一定非常愤怒的 这种情况 如果说 这个俄罗斯对 美国再采取强行措施 那基本上 美国人抽不了身了 看到 他基本上是没有办法逃离了 所以他现在在干什么 辞了纽兰 准备逃 那你说美国人准备逃离欧洲 对吧 那你说原来是什么 原来是 这个欧洲人啊 是由美国人保护的 别忘了北约干这事 你当时我老大 对吧 你得保护啊 但是现在看突然跑了 那这个跑了 你说这个欧洲人能 能不非常敏感吗 对吧 既然美国人跑了 我觉得 纽兰就是标志嘛 那我觉得法国人 现在突然跳了 可能大家没注意啊 现在法国人啊 这个心心念的 要当欧洲领袖的 马克龙 是吧 出来了 这里边挺有意思啊 就美国人既然释放了一个要跑的消息 法国人立刻出来 他说什么呢 他说要有军援 你跑 你往哪跑 有意思吧 我觉得只有咱们频道 你能理解出来 这背后的底头老家 就是美国人要跑 纽兰撤了 就是非常明确信号 那法国人说 你给我跑往哪跑 实际什么呢 实际美 法国人也知道 美国人下定军要跑了 那怎么办呢 我现在就要让北云内部给我选边站 支持乌克兰 我现在就是以支持乌克兰为名 你支持乌克兰的 那你就站在我这一边 那怎么办呢 就向美国施压 你跑还是不跑 那不支持的呢 那就是不支撑 对吧 那就是选一个中立状态 实际法国人通过这个 也让他们选边站了 等于是 等于是逼着 等于是变相的逼着这些欧洲国家表态 欧洲要战略自主 美国人已经不管了 那你最后是管还不管 你如果管的话 那就欧洲自主 等于是原来一些东欧国家 拉着美国人 管这个欧洲的事 法国人一直非常气愤 脑死亡 北约脑死亡 那现在看 那就是通过乌克兰 这个军援这件事 实际有让什么 让整个的欧洲 原来反对 法国搞欧洲 自己的部队的 自己战略自主的这帮人 出来等于是支持法国 看到了吧 等于是人家 马克龙也是利用乌克兰 现在美国人要跑 美国人看来是铁了心要跑 从这个法国领导人的行动看 战略情报已经确定美国要跑 我赶紧出来吧 我出来就是 等于是把欧洲的现在 至少欧洲这个局面 我来把控 他说不排除向 乌克兰派西方部队 实际就是在借这个机会 咱们说整个欧洲 如果他用自己力量来和欧洲斯对抗 还需要你美国的北约吗 逃离北约了 那就等于 据说整个的法国在军工系统在动员 其实表面看是冲俄罗斯 实际他是冲着美国去的 欧冲突对欧洲利益的影响巨大 欧洲是 美国现在是轻轻松松 站在旁边看欧洲和俄罗斯掐 消耗 现在看的马克龙言论实际是 就表现出 对美国的不满 要把美国继续往里拉 这个时候 实验节点 其实你看 中国现在突然穿梭外交 去了乌克兰 那中国等于是向欧洲国家 发出一个明确信号 就是中国期待欧洲的国家利益 欧洲国家利益能够占上方 而不是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主 那么就是希望欧洲国家 政治精英能找到一个制衡 昂主萨迅海外力量霸权的一个压力 制衡他这个力量 那先看马克龙出面 实际就是要欧洲国家站出来 你自己想一想 我欧洲自己有没有能力来干这些事 如果没有能力 你继续支持乌克拉 有能力的话 那你就支持我 然后继续支持乌克拉 那就是站在法国这边 欧洲独立这边 那如果不行呢 那你就站在哪呢 你就站在美国那边 那你就不支出乌克拉 对吧 你跑嘛 最后 实际等于是变相的将了美国一军 中国也不是实际的现在出来 欧洲和中国的贸易 有7800多亿美元 可以想想 这巨大利益 如果这个利益 让美国人拿到了 所以现在看欧洲的战略自主 非常关键 中方其实也是像 俄罗斯和欧洲 也表明了自己态度 就希望欧洲大陆能够和平稳定发展 我觉得这个法国人现在也已经看明白了 现在这个欧洲就缺这个战略自主 而战略自主最强的是法国 而法国人现在这个知道美国要跑 纽兰要跑 实际就是拜登的政策未来要调整 那调整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我欧洲战略自主派 就需要像以前那些反对欧洲战略自主派 东欧国家大多数是拉着美国人来制衡西欧的 非常明显 那现在看你东欧国家 美国人要跑 那你找谁呢 你只能找我法国这些 我原来你反对的这些欧洲战略自主派 那等于欧洲战略自主派 美国一旦撤离欧洲 那我战略自主派就占上风 欧洲一旦是战略自主了 美国人是还是完蛋 就是你离开欧洲也完蛋 纽兰跑了 有用吗 没用 你说咱们那期地图 中国、伊朗、俄罗斯这三角 你说美国人能破这个局吗 现在看法国人就死也不让你破这局 啊